蜂蜜劍莫佐蚊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蜂蜜劍莫佐蚊子 今天要來試吃的是這個 這個是網路很多部落客有推薦的 還有媒體好像也有推薦這樣子 這個是那個艾維手工坊 那他們家好像清一色都是賣這個 跟這個夏威夷國有關的 然後我這次買的是綜合的 然後裡面它有四種口味這樣子 看它有這個是那個 這個應該是抹茶夏威夷的 然後這個就是巧克力夏威夷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焦碼夏威夷 那這個是 這個呢就是蜂蜜曼月梅夏威夷卡 這個 看一下 很漂亮 感覺就很好吃 嗯 果然他們是手工做的這個塔皮就真的很香 也不會太硬 也不會太硬 而且一吃你就知道還沒加設的是手工的 就跟工廠做的是不一樣 因為工廠會有一個工廠的味道 然後 它就不會 嗯 嗯 塔皮很酥香 然後 搭配這個夏威夷豆 味道就是剛剛好 也不會搶著誰 夏威夷豆不會搶著塔皮風采 塔皮也不會搶著夏威夷豆的風采 這個蜂月梅的口味有一點甜甜 蜂蜜味道很甜 我們今天配的飲料是這個 巧克力可可 巧克力可可 而且它很包裝很可 就這樣 就很簡單一般的 嗯 我嘗試吃看這個 抹茶夏威夷卡的這個 這個 嗯 嗯 嗯 這個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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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超喜歡吃這個 抹茶這個味道 它抹茶有點甜甜的 然後不會太甜 然後夏威夷豆 吃起來就 吃起來有抹茶的香味 也有需要我一起豆的香味 嗯 嗯 嗯 這台抹茶的香味 也有需要我一起豆的香味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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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吃起來真的蠻好吃的 不愧是有推薦 嗯 鹹的口味也蠻好吃的 而且它塔皮是有個厚度的 我覺得也蠻適合 裝冰淇淋來吃應該 然後在上面撒幾顆這個夏威豆應該蠻好吃的 嗯 而且它夏威夷豆都很大殼 我之前也有單買過夏威夷豆 其實夏威夷豆單吃其實就已經蠻好吃的 那我覺得它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屬於味道比較重的食材 所以它要把它加上這一些 巧克力啊抹茶啊這一些 我覺得 讓這個塔 跟這個夏威夷豆吃起來更搭也更好吃 不過真的是一吃你就知道他們家就是 手工做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很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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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那時候沒有仔細看 看到這個覺得 好像老實就買了 所以就定了一盒綜合的口味的 甜食控應該會比較喜歡這一個 因為這個吃起來真的比較甜 它有沒有其他的口味 不然其實它好像還可以延伸一些 可能是草莓口味的啦 那種的 比較夢幻一點應該還不錯 它是比較 偏向就是 很像是吸一點 會附的那種 好 好啦 今天的試吃就到這裡啦 那 嗯 我真的覺得如果你喜歡吃手工餅乾的人 也 真的 你就可以去買這個來試吃看看 真的艾維手工坊這個 它的這個夏威夷豆的 這真的還蠻不錯的 而且夏威夷豆它不是很硬的那一種 它不是像花生那麼硬 它比花生還要再 口感還要再 應該說再軟一點嗎 就是它咬起來的那個口感 感覺上夏威夷豆裡面是 還有比較多的油脂這樣子 所以它咬起來 說會比較 比較軟這樣子 不是那種軟軟的口感 反正就是 應該是介於 花生豆跟腰果這中間的口感吧 好啦 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裡啦 如果有喜歡的 就歡迎訂閱跟按讚喔 掰囉